特工任务最新预告,高天阳在酒吧的视频中发现给方木下毒的女孩背影很熟悉 他很快想到了居酒屋老板张家慧 本来就对张家慧有所怀疑的高天阳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对方 而张家慧对高天阳也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 天天和他在一起的消逸酸酸地说,你很喜欢他呀 张家慧给出的答案是,不喜欢,怎么吸引他呀 随后,张家慧给消逸安排了新任务,还说这是一份美差 另一边的吴熙也顺利地潜入到了摩托车俱乐部 并成功地和消逸有了第一次正面接触 张家慧和消逸说的美差是吴熙吗?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吗? 与此同时,打算偷偷带走方木的陈婷,在医院遇见了高天阳 两个人以这样的方式见面,意味着陈婷的间谍身份 已经证据确凿 这个为了成为大富豪,一次次被业务利用 这个为了不让身份暴露,毫不犹豫地除掉赵军 舍弃正秘书,甚至差点给情人下毒的女人 最终没有逃脱被捕的命运 鬼迷心窍也好,心狠手辣也好 在明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前提下 还是决定接受于先生帮助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他不得善终的命运 还有方永平,如果当初他没有背着老婆 偷偷和陈婷发展情人关系 如果方木出事的第一时间 他寻求帮助的对象换成背后强大的组织 就不会成为业务的傀儡 更不会把儿子随时置于危险当中 而郑秘书和陈婷先后被捕 意味着方永平这条线彻底废弃了 38集的电视剧还没更新过半 金海的反派包子以及他背后的保护伞 暴露的暴露,被捕的被捕 接下来的一大半时间演什么 答案是业务在金海埋得雷不止一颗 黄紫诚是被选 一旦他接受更多的线下任务 就不愁黄嘉明这个国企老总 和方永平一样为了儿子乖乖替业务卖命 但是黄嘉明的影响力毕竟有限 余先生不可能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他身上 他还有能够代替方永平的备选 那就是张老板口中的处于休眠期的另外一个核心人物 方永平不再有用之后 他即将被唤醒 他是王阳饰演的折热集团老总周折一 你方唱吧我登台 方永平 陈平这条线彻底报废之后 就该周折一华丽登场了 事实上 这个人在前面的剧情中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黄紫诚去摇摇的公司赌他 在大堂休息的时候 面前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着的录像的主人公 视频中的人正在坎坎而谈折热的理念 一次是方永平上线之后 他去参观金海的明星企业折热集团 那家公司的老总接待了他 两次出场加在一起不足两分钟的时长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此人一定不只是打个酱油这么简单 理由是以王阳的咖位 他不可能演一个毫无意义的角色 另一个原因是周折一和瑶瑶有交集 瑶瑶共职的公司不正是折月吗 关于过去 关于为什么会接触到特工任务这个 关于回到国内的原因 瑶瑶给了黄子诚两个版本 一个是被男朋友无情抛弃 心里烦闷的他一气之下跑了回来 黄子诚知道这个故事没有一点可信度 另一个和方路有关 在那次被陷害之后 方路在父亲的帮助下全身而退 他则被迫加入了业务 为他们拉拢合适的同学进入到游戏 和黄子诚这类的人一起做线下游戏 是他的工作之一 黄子诚似乎比较认可后一个版本 但这就是真相了 仔细过一遍和瑶瑶有关的剧情就会发现 后一个故事顶多算真假参半 和方路一起经历的事情是真的 拉拢同学玩游戏是真的 为了挣学费而接触到是假的 黄子诚在他的手机中发现 瑶瑶第一次做线下任务的主导者是方路 任务的每一步都是方路通过加密邮件发送过来的 在另一边界面上 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瑶瑶和方路的亲密度是71% 和黄子诚的亲密度是85% 方路曾经和他有过交集 有这么高的亲密度可以理解 黄子诚是他最近的监视对象 这个数字也很合理 问题是排在第一名的 竟然不是几乎天天和他联系的黄子诚 而是一个高达90%的神秘人 他是谁 他是否在瑶瑶的故事里 在瑶瑶的现实生活中 此人没有存在过的迹象 而真相却是 他不仅是真实存在 还和瑶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以至于亲密度刚于了现男友黄子诚 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他和瑶瑶一定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瑶瑶故事里相依为命的姐姐 其实是哥哥们 这样以来 他接触游戏的途径 以及入职折月等等一切事情 都解释得通了